好,各位同学早 今天需要一点精神 因为我们学的这个 Theory的部分 做的应用呢是比较繁复的 那它是一个 等于是另外一种语言 那各位在学询论的时候学过这个语言 就是 矩阵 针表 Representation 这些语言你必须熟悉 包括针表里面的每一项 它的代号和它的 数字是怎么求来的 我会讲 可是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的话 就等于一次告诉你20个单字 你很难记得这个单字是什么 所以要 请各位唤起各位的记忆 今天精神要特别好一点 我讲介绍的时候 各位就要记得这些名词是什么 我尽量呢刚开始的时候 是先把课本上的 名词在课本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把这些名词呢 再用PowCoin给各位看一下惯例 各位今天要会做的事情 是建立针表 也就是从一个画物 找出它的点群来 当然你必须要知道对称元素 这个部分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事情 各位要非常的熟悉 建立点群了以后 从这个点群里面呢 我们找出它的 找出它的矩阵表示 这在课本上面也介绍过 那么这些矩阵表示 我们要把它化约成最简 那就会变成 谢谢大家 然后之后我们会把用针产生 产生character table 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个character table找出 找出不可约表象 最后呢各位要会做的事情就是 找出ir active mode和raman active mode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从一个分子的原子对称 找出它的点群算出来它可能所有的振动 在这个对称的这个作用之下 它的总向量也就是在ir里面 我们看的是它的diple moment的变化 看它的总diple moment变成了剩下几个是active的 然后你就可以拆车ir的active mode 也就是ir的讯号有几个 所以嘉田一个人复杂中间会有一些名词要做介绍 我一个个再给各位做介绍 好我们第一个先介绍 点群上是各位都已经看过了 比如说C2V这是一个水分 点群非常简单 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由C2还有SigmaV和SigmaV' V'所组成的 第一个呢我们是把它当作这边是一个Z轴 我们所有的轴向的选项里面呢 主轴都是从Z方向 第二个选项就是从X方向旋 然后再从Y方向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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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像这样的话 这个就叫做一个点群 那么什么叫做点群 我们就先介绍群是什么 群的性质 第一个它是有封闭性 它是一个关闭的一个运作 这个意思是指 两个元素操作以后 必定为群里面的另外一个元素 这譬如说是我们用C2来操作 然后再用一个SigmaV的操作 SigmaV先操作 C2再操作 会等于SigmaV的'操作 OK 如果我们以XYZ的方式来看的话 在一个C2的操作来讲的话 它会从这个地方转180度到-X FuY的地图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说是突出来有Z的话 那么转出来以后 这边Z这边就不变 SigmaV也就是XZ平面 转过来之后呢 这边呢就会变成 X的部分能够是-X 然后这个是Y 然后这个Z能够是在Z的高度 那这个座标 我Z不画的原因是因为Z其实就是突出纸面的这个高度 那么就可以想象它是站起来一根柱子 那么这个站起来能够到这个地方 然后能够到这个地方都是在高度Z的部分 突出纸面Z的部分 那这两个的连结的关系是什么呢 实际上等于是一个 V不变 X的净面 X反号的净面 所以这个是VX1块 这个是SigmaV 所以经过两次运作以后 得到的运作的这个C2 再经过一个净面 会等于直接从这个地方做这个净面 得到一个坐标 所以像这样子运作以后 得到的元素 人就是属于群里面的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属于这个C2 人群里面的 这两个运作会得到它 第二个特性 具有单位元素 Unity或是Unit Elements 这里单位元素在我们的操作里面 是用E Identity 在操作完毕以后 它等于自己 这个单位元素的操作方式是 E操作任何一个Operation RH代表任何一个 Signature Element 或者是 先做Signature Operation 然后再做E 人就会等于原来的操作 所以E本身是不懂 没有参与 就所以 用数学来讲的话 它本身就是像一个数学的E E一乘以任何核数的一类 任何核数本身 它另外一个性质是具有反元素 反元素的定义呢 是ROperation 跟ROperation的反元素 用这个人文 它们会等于 Identity 一个操作 它的反元素操作 会使它变E 也就是Identity 举例来讲 像我们这个 C3E C3E这样的操作 和C3E2的操作 这个 C3E2的操作 C3E是 逆时针的操作的话 C3E2就是 顺时针的操作 操作上去 再一个顺时针回来 就会得到原来的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两者互为反元素 然后C1跟C1E2 C3E1跟C3E2 它们是互为反元素 好 第四个呢 是结合率 结合率就是 ABC3Operation 和AB先做 再做COperation 就是说 这两个结合 这两个做完了 就再做它 或者是说 这个结合起来 先做它 由Ton做完以后再做它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操作 在群里面的因子就是 先操作哪一个元素 是不重要的 像刚才我们操作 C2跟C1E的这种操作 你先用镜像 或者先用旋转 得到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 另外一个比较不见的 一定存在的是 交换率 如果交换率存在 那就是一个交换群 如果不存在 它不是一个交换群 A交换B B交换A 先做A或者先做B 是次序来讲 它如果能够交换的话 是一个交换群 这跟结合率不一样 结合率的顺序不变 只是你先做后座 伴伴不一样 这些群的定义 实际上是数学上的群的定义 但是在这个点群里面 它也相同的性质 那么我们所有的元素 都是我们的对称元素 我们现在讲完这个以后 我们先将矩阵 各位在话术跟群论里面 都学过矩阵 我们回忆一下 在这里讲的矩阵 一定是正方矩阵 我们的对称元素里面 是用不同的矩阵来代表的 为什么用矩阵代表呢 因为 新的座标呢 跟旧的座标之间的关系呢 可以用一个矩阵去把他们的座标呢 做一个转换 得到一个新的座标 而这个矩阵本身呢 就是连结新座标跟旧座标的一个数学关系 而这数学关系呢 就可以用0 1 负1 去代表它的变化是反方向和无变的位置 这种 那identity呢 在这个地方 1 1 1 就代表了x跟y和z的轴呢 都是乘上1的意思 就是本身不动 其他的元素 像C2的话 任何一个CN转轴 或者一个CN转轴 先转轴等下再讲 先讲 inversion inversion呢 我们上次讲过了 它就是一个完全翻转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它的xyz会变成完全-5 x-y和-z 完全翻转的符号呢 就是-1 -1 在讲这个时候 各位如果还稍微忘记了矩阵是什么 我们可能要稍微复习一下 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第一节课会讲到 矩阵 然后character table的表示 和character table的介绍 第二节课呢 我们就会举例子来化约一下 这个 e-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大家可以记得这个顺序 那我们在讲这个章节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们下面连结是哪一个部分 好 节目 举正的部分 三层一的矩阵成号三层三的矩阵 会变成一个三层三的矩阵 所谓的三层三和三层一就是指它的行列数 三是指这个列了 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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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三列 三列乘上一行 三列乘上三行 那么这样子的矩阵出来了以后呢 会使得中间相消以后会得到三层三的一个矩阵 那矩阵里面的计算呢 像是 譬如说得中间这个 A23 这些各位也许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复习一下 任何一个矩阵里面的元素的像 A23 意思是这个二层指第二肉 91页的部分是矩阵的部分 它的这个运作部分 刚刚各位同学讲通通都会 少数几位同学不会的呢 先看一下91页了以后呢 或者打几勾来 回去看一下这个运作 基本上呢 如果不记得同学 就记得 23是指第二列的 乘上第三行的 元素 所以这边就是 A13乘上Y A23乘上X 对不对 A13乘上Y A23乘上Y A33乘上Y 举阵运作以外 对称元素的 举阵表示方法 我刚刚写到一半 那课本上面呢 在93页 有列出来 C2V的四个对称运作 这四个对称运作 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是看 对称运作的坐标 跟它之间的关系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有一个平面 是XY平面 请问一下XY平面 在运作的时候 XYZ会变成什么样的坐标 一个平面 Z轴穿过它 这个平面要翻转的是 Z轴就是从正直变负直 对不对 然后XY平面呢 上面并没有动 因为它的头影都还在上面 所以只要是垂直在Z轴的Z变化 如果是垂直在X轴的 就是X变化 所以在同样的道理 垂直Y轴的 就是Y轴变化 请问一下SigmaXZ 是什么东西变化 Y变化 SigmaXY是Z变化 OK 好 那这样子变化的结果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 Sigma 还有SigmaV 它各地是什么 如果各位看到93 Y变化 XZ SigmaXZ 它是用什么代表 它是用Prime代表 各位注意到 这个Sigma有 不对 它是用Sigma 两个镜面的时候 哪一个是先 哪一个是后 第一个先的是用Prime 不是讲错了 第一个是没有任何的标号 第二个有标号的是一个Prime 如果有第二个标号的话 就是DoublePrime 好 那我们继续讲区更的表释方法 好 那我们继续讲区更的表释方法 好 那我们继续讲区更的表释方法 好 th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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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如果我们有一个座标从XY转到了X'Y'中间经过的一个四大角 那它原来的座标呢是跟X轴乘一个φ角度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边一个φ 也就是整个的数字呢 X'等于cosRcos这个是长度是吧 Rcos 这个可以乘入R RcosY加上β 复角公式各位我还记得的话词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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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轴为什么会使得到这样子的公式 如果是三转轴 就是360度数以3120度 但只要是转转轴都用配合的方式 我们用了转轴的方式是用逆时针的方式 如果顺时针的话 那这个用是- 然后这边符号就会改变 这边就这两个方法会对掉 好 顺时针逆时针的符号是不一样的 这个数字怎么出来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表格 我们这边做XY作标来讲话 这边的X就等于Rcosθ X作标 Y就等于sin的component 那X跟Y带进去 你把副角公式展开后 XY带进去 你就会发现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新的X'等于X跟Y的这个作标 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去描述 这样的曲纸跟原来的这个 identity或者inversion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副位0 副位0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办法再化约成更简单的 对角线的这个曲纸 这我等一下会再讲 那SN的这个operation 也就是rotor reflection 就是转轴再经过Cn转轴 然后再经过一个Sigma的operation 那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讲Sigma operation Sigma如果是XY 赵哥宇刚才讲的是哪一个变化 D变化 所以如果说是SigmaXZ的话 那就是Y面 那SN呢 比较复杂一点 它是这个operation 乘上一个Sigma的operation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要介绍 所有的对称把它改变成一个 举阵去做代表 那举阵做代表的时候呢 就可以算得出 它的新的坐标 跟原来的坐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所有的分子里面 都是原子组成 每一个原子呢 它是四面八方在振动的 如果你把所有的向量 都考虑进去的话 经过振动模式以后 有一些相消 有一些不会相消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整个分子的移动 或者整个分子的转动 或者整个分子在某一个键上的振动 而这些振动、移动、转动呢 各自都可以用一些光谱去测量它 转动是用rotation的这个 这个spectroscopy 所有的这个光谱之间的关系呢 各位应该还记得 你们学到的 固化或者移分里面 有先提到 电子能界 这样的transition 是什么样的transition 从一个分子轨域 pi到pi star 像这样的轨域 是属于ub的带位 而如果说 你在考虑 振动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在这样子的能力 它有更细的分布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分子和原子 它不是直接就静止在那里 它会振动 振动会产生什么现象 原子本身带有原子核 还有带有电子云 它振动的时候呢 电场就跟着带动 所以 两个原子在这个地方 它振动的时候呢 靠近的时候 它们的 吃力就比较强 它的能阶就会比较高 离得远一点的时候 连接就比较低 这样子就造成说 一个高能阶 一个低能阶 所以它就会分裂成两个模式 那各种不同的振动模式 加起来以后 会分裂成 某些不同的振动模式 而这个振动模式 我们之间呢 是用IR的frequency 也就是红外光的能量 去测定它的 这是紫外光的能量 OK 那在每一个IR里面呢 还可以再分 更细的 这个是rotation 那这转动能阶呢 就要靠microwave 更弱的能阶去测它 所以你用不同的能阶的能量 去测到这不同的事情 这个大的能阶大概呢 这也有点误差 不算进去的话 这个能阶大概的范围 就是有你UV的范围 所以你测出来的UV线 绝对不会是一条直线 或是一个区域 因为它还有一些振动能阶 和rotation能阶 把它给modulate 也就是变化掉 OK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就是 vibration 这个变化 分子变化 如果是水分子的 它可以是这样振动 这个叫做 剪式运动 剪刀的剪 OK 这个叫做 对称振动 这个叫做 不对称振动 每一种振动的时候 你的原子贱子云 是不是就跟它的相对位置改变了 相对位置改变的时候 它整个diple moment 是不同的 这个diple moment 跟这边的 跟这边的一个diple moment 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diple moment 也不一样 diple moment 不同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能阶上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呢 由它的位置上的改变 我们从carat table里面 把它的坐标 串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相对的指导说 由哪几种向量 是残留在对称运作以后 还是能够显现出来的 如果是在s方向 我们从y方向 z方向 这种产生能看得到的 我们称之为ir frequency 好 另外一个跟振动有关 我们一个是用ir 一个是用Raman ir所看到的东西呢 是 构级距的改变 alphamu Raman看的是 polarisability alphamu 集距 偏极化的改变 偏极化是指induced dipole 也就是电子云受到相对电子 它们之间的 电子云分布的 这个电荷分布的改变 所以如果是CO2 CO2它是一个对称的分寸感 对称分子 对称分子 只有在不对称运作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ir的振动 但是 Raman的部分呢 在对称分子 在对称的这个状态下面 dipole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ir是看不到CO2的这个 对称的振动 但是看得到的是不对称的振动 而Raman呢 他在做这样子的这个 对称的运作的时候呢 它的polarisability 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它的距离有改变 从紧到 从短到长 它们这个电子云分布的情形是改变的 所以polarisability是有变化的 因此Raman跟IR呢 两者都是因为受到振动而改变出来的一个讯号 可是 IR所看到的讯号 跟Raman所看到的讯号 它们是看的是不同的性质 在不同的性质 在peric table里面的表象是什么呢 就是 IR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呢 是相对于peric table里面 现在我还没有讲到peric table呢 所以还不适合讲 但我先说明一下 到时候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结果 peric table最后面右边的地方会有个标记 那个地方叫做basic function 就是基底函数 这个基底函数呢 在这个地方标明的xyz有几个意义 它代表向量 代表坐标 也代表轨道 向量呢 或者坐标 这个xyz就是你们知道的直角坐标 那它x就相等于px的方向 那因为px方向跟x轴方向它的对称是一样的 当它反过来变号的时候呢 px也要反过来变号 那如果说是Raman的话 看的是z平方 xy yz xz x平方 也y平方 这种双就是二维的这种量 那看本上比较集中立形的部分是IR的部分 但是caric table一次就可以告诉你们这两个 如果你能够把它完全解出来的话 我们什么叫解出来 就是能够单到caric table的方式 把对称运作拆解成矩阵 然后把矩阵再拆解成character 做成一个表以后 看看这些character所代表的数字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传流这些对应的向量相对应 相对应的意思 就表示它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可能下课的时候 要请各位翻一下目录的部分的征表 caric table 我们来介绍一下征表 那么现在呢 一二三 Dotation 在C2B的四个对称运作 identity inversion 没有 C2B只有两个sigma跟一个C2 那C3的时候呢 会有 那Uversion是另外一个小子 举阵 有一个名词叫做trace 稱之为基 代表 代表的意思是在正方矩阵里面对角线的值 它的和 叫做trace 我们把这个trace这个数字拿出来 放在表格里面 是介绍成一个征表 因此我们把这个trace 给它一个名字叫做caric 这个trace 这个帧代表的是 对称运作 用矩阵代表 它的对角线 它的值 是它的帧 那这里面牵涉到 比较多一点的数学 还有这个矩阵的运作和矩阵的性质 还有在 等于它讲到的caric table里面 会有很多的公式 去算出来 e-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有几个 那些公式都是从矩阵的性质得来的 譬如说正交的性质 就会得到我们化约的公式 那这些公式 都是在群论跟矩阵的时候有学过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只是做应用 然后各位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知道怎么样从矩阵 得到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从向量做第一个以后 成格character 好 那么我们现在到现在位置介绍的东西是 对症运作和矩阵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character table 各位翻一下你们自己的 课本上的目录 258月开始有很多的character 好 这个table是最简单的 就是CRB的水的character table 那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除了a2以外 它的来源是identity它的这个 ax方向的那个量 C2的时候也有一个局件可以代表 那么它是在对角线的部分 C2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们刚刚出解了是cos90度 -sin90度 对不对 180度 C2是180度 然后sin180度 所以 我们只看对角线 你看到什么 C2是B 所以 第一个 第一个 C2就 C2就 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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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2 1 3 7 4 4 7 4 4 好,等一下我再重新一下 先講這個增稿的這個特性 這邊的這個character 是由 reduced matrix 而來 而 matrix 呢 是只有跟最矯線的這個數字有關 而最矯線的數值呢可以化約成 三個更簡單的項量 如果這邊不是0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化約 所以如果這邊是有數字的話 那這邊就必須是一個二維的矩陣 它的二維矩陣就變成它最大的這個 最小可以化約的這個量 那如果可以化約成最小的一個矩陣的話 那它就可以化約成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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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增最小的向量 最小的矩陣 那我們把這最小的矩陣的這個量 直接寫在table裡面呢 就稱之它為character 然後直接你寫來整個表叫character table 我先下課休息一下